觀眾朋友你好 昨天復聯會開了會員代表大會之後 正式推翻原本跟內政部簽的行政契約備忘錄 也就是說這原本要捐三百多億將近九成的復聯會資產之後 復聯會自動解散 這不簽 不簽之後 昨天我們就談到今天黨產會就要開閘 果不其然今天黨產會召開了臨時委員會 一致通過沒有任何人反對 認定復聯會就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而目前看起來復聯會至少有三百八十五億的現金 之前說你只要關三百四十億就好了 可是既然你不簽三百八十五億的所有現金 全部凍結 全部禁止處分 當然也另外也包括復聯會相關組織的所有的不動產 今天我們來談談黨產會是用什麼樣的標準 是用什麼樣的證據認定復聯會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而當復聯會已經決定要跟內政部或者是黨產委員會 全面法律戰爭的時候 復聯會或者是黨產會 誰站得住腳 今天再來好好談這個題目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也就是黨產會的委員 楊偉中 偉中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對黨產也非常熟悉的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的副教授 曾建源曾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跟黨產會有截然不同意見跟觀點的法學博士李迅民李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好 昨天也來我們節目的資深媒體人鄭裴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很快來看看黨產會今天所做的決定 我們來看看 復聯會是被認定就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理由是什麼 證據在哪裡呢 不當黨產委員會今天開了臨時委員會會後新聞稿寫說 復聯會最重要的精神領袖 實際掌權者蔣宋美玲女士 完全掌握復聯會最重要的人事任命權 而復聯會主要的幹部都是國民黨副指會 還有副公會的重要幹部 而其夫婿 就是蔣介石先生 是國民黨籍的政界人士 然後呢 證明國民黨曾經實質控制復聯會的人事 再來 復聯會最最最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就是繞軍捐 繞軍捐也沒有合法的依據 當初也沒有法源 直接說人家要進口東西呢 直接從匯率那邊呢 扣一大筆的錢下來 這個強制力跟自由樂捐不一樣 不是說你被關不關 有決定權 通通一律要把錢拿出來 國民黨黨中央跟地方黨部呢 也都策動繞軍捐 所以呢 國民黨藉由執政優勢地位 使繞軍捐成為 復聯會重要的財源 而國防部情報局補助經費 也是由國民黨轉發給復聯會 可見國民黨對於 復聯會的財務有不可或缺的影響力 復聯會現在的財產呢 三百八十五億 還有其他的不動產呢 從來沒有脫離過 國民黨的實質掌控 以至於本來要還給 國家的這些公共財產呢 掉到私人的口袋 接下來 黨產會怎麼做呢 第一個 復聯會四個月內要申報 所有的財產 如果申報不實的話 那些財產全部充公 如果為期申報的話呢 或者是填著資料有遺漏的話呢 都要罰款 而且才連續罰 然後再來 現在開始了 也就是說今天下班前 現在就已經下班了 公文應該已經抵達復聯會了 現在開始 復聯會一毛錢都不能動 除非你要發薪水 你要資遣員工 還要經過黨產會的同意 才能去運用 換句話說 現在復聯會所有的錢 一毛錢要怎麼花 都要經過黨產會的決議 我們來看看 今天黨產會為什麼會這麼快速的決定 認定復聯會 就是國民黨的付水組織 認定復聯會就是國民黨的付水組織 黨產會二月一號在臨時委員會後 對外召開記者會表示 許多證據都顯示 國民黨曾經實質控制 復聯會的人事還有財務 只是前一天 復聯會才決定不簽行政契約 隔天立刻被認定是付水組織 有媒體問 難道一切都是黨產會的威脅手段 主委林峰正也動怒回應 當時還不能夠認定為付水組織是威脅 是善意吧 所以現在一拒絕簽約 那我們還能怎麼做 請你告訴我 林峰正強調 如果走和解的路就會不一樣 現在復聯會收到黨產會的處分書後 現有財產約385億元還有不動產 將會立刻凍結 四個月內要向黨產會申報 否則將有罰還 認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也會收歸國有 內政部對於這樣的結果也表示遺憾 提到什麼不清不楚的 什麼這個方向的說法 我覺得是對不起現在新的這個時代的要求 葉俊榮強調 前主委 孤元卓雲 之前有簽字同意 內政部的三大處理原則 對於復聯會被認定為複髓組織 現任主委雷茜則表示 目前常委都在看守狀態 更激動駁斥 他與黨產會合謀的不實傳聞 事可殺不可辱 對於我個人人格的污衊 包括潘梅綱 葉慶元 譚海珠 所做的各種公開不實指控 雷茜表示 以備好行政訴訟的律師狀 複聯會絕對不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接下來複聯會會全面改選 他也不會參選主委 現在準備對複聯會同志提告 也宣告複聯會內部兩派正式撕破臉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偉中我延續今天現場記者提問林峰正主委的意見或是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說 怎麼會 如果昨天複聯會決定妥協 決定簽行政契約 那複聯會就不是附隨組織 那昨天他們推翻了 結果今天就變成附隨組織的 認定好像是黨產會一夜之間就可以做決定 其實當然不是一夜之間了 那我也很坦率跟大家報告 黨產會對於複聯會的調查 從成立開始 就一直在進行 那這個調查其實好幾個部分 一個是歷史文獻的整個爬書 包括很多複聯會過去的參與者他們的回憶錄 國民黨的各種 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黨史資料 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我們其實也一直希望複聯會提供資料 坦白講 他們一直在昨天以前 其實基本上沒有提供 大家所關心的歷史文獻也好 或者是財務障策也好 其實一直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坦白講 我們的調查也早就在進行 那這一份處分書 我也很坦率地說 這個已經 我們委員們都已經討論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那為什麼會走這個 嘗試走和解這個道路 我覺得這個社會對轉型政有兩種聲音了 一個聲音就是說 要堅持進行到底 其實坦白講 黨產會裡面大多數委員 恐怕大概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第一個 這個走下去 我必須承認會有司法上的複雜性 這個複雜性在於 我們的司法體系對於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認知上 至少在一部分人當中還是有些落差 講白話就是 黨產會不一定最後告得贏 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不會告 我們做處分 所以是對方告嘛 他是體體行政訴訟 我也必須說這是曠日廢時的 所以也會有一種聲音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拖延下去 那沒有一個具體成果 會有一些人失去耐心 會有這個社會等不了這麼久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反覆這不同的價值當中 你說和解 然後徹查 轉型正義 各方面 我坦白講的這個 OK 我必須承認有各種拉扯 不管這個社會上 或是我們內部的討論上 一定是這個樣子 可是 關於事實真相的討論的這些 歷史真相的追求 這個是我們從來都不會放棄的事情 OK 我這樣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說 從頭到尾 黨產會就認定 複聯會是國民黨的付水組織 只是因為內部有不同的意見跟策略 或者是政策 最後決定說要跟複聯會簽了一個 彼此妥協的行政契約 但最後走不下去 所以還是回到那條路 去認定他就是付水組織 我坦白講 就是說如果就我們內部 我自己的觀察 認為要走比較徹底的轉型正義 我覺得這是大家比較高的 因為這過程當中 我們對於這個行政契約是不是妥協太多 其實內部也有不同的討論 但是今天這是一個三方的一個 就是說就行政契約這件事有三方 內政部 黨產會 複聯會 那複聯會後來也變成兩方或多方 另外還有社會的這個聲音 坦白講這是多方因素在裡面 那黨產會在裡面 我覺得我們是轉型正義的機構 所以我們當然是以轉型價值 轉型正義的價值為優先 不過那件事就是說 當然也會有現實上策略的討論 黨產會跟內政部要跟複聯會去簽這個行政契約 這可能有些需要來做一些政治上或是政策上的說明 可是現在我們繞了一圈 經過半年之後 重新回到原點 黨產會認定複聯會是國民黨的複水組織 凍結複聯會所有的資產 複聯會接下來提起行政訴訟 然後透過行政法院去認定黨產會或者是內政部的處分是否違法 甚至會有另外一個機構是否會提出來所謂的釋憲官司 是否這個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是違憲的 這又是另外一個法律訴訟 那我就回到那個原點是說 那黨產會今天決定 認定複聯會是複水組織 理由是否夠充分 第一個說宋美齡 宋美齡又是複工會 又是複聯會 又是複子會 三位一體這樣子 通通都是他說了算 所以宋美齡在黨佔有極高的地位 所以複聯會就是黨的複水組織 透過宋美齡來認定複聯會是複水組織 是充分嗎 複中 我不去講 這只是其中之一 我們的處分書已經上網 各位可以去看 按照黨產條例第四條的規定 所謂複水組織 就是人事業務跟財務 這方面受國民黨的 或者這個 使之控制 那人事上是這樣 其實 你去看複聯會相關同志的 他的回憶或者是這個訪談 他其實有講過 就是說複聯會從選舉方式 包括委員怎麼認名 為什麼委員不由選舉產生 這個部分 在當那時的 是蔣壽美齡作為副指揮 所謂副指揮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婦女工作的指導會議的這個指導長 這個角色所框定的 那為什麼有這個機構 副指揮機構 其實按照回憶錄也 還有跟我現在也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國民黨要指導他的婦女工作機構 那這個工作機構呢 又要由蔣壽美齡來主持 那中間需要有一個環節 也就是說 宋美齡 中常會 婦女機構 以及副指揮 他是 那個書上都寫得非常清楚 是這樣的一個體系 去指導複聯會的運作 不過我們等一下 會針對兩塊 其實要認定副指揮組織 就最重要兩部分 一個是人事 一個是財務 人事的部分 委中寧當然對國民黨更熟悉 當時國民黨的婦女工作 最最最關鍵的應該就是副指揮 而副指揮最最最關鍵的領導人是蔣壽美齡 因此蔣壽美齡可以掌控副指揮 副工會以及副聯會 所以你認為這就是三個 通通都是在黨的指揮下 曾老師這樣的論述夠充分嗎 我覺得 我認為是充分了 因為我們要回到 我們要回到就是當時國民黨 他的整個黨的一個性質 國民黨當時的章誠 他就明明白的規定 特別是在那個黨的改造之後 他說國民黨是一個民主極權制 民主極權制就是相當於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民主集中制 所以最後的權力是集中在總裁的身上 那總裁就是蔣宗正 所以呢 這個 這個我們看到就是說 國民黨對於複聯 複聯會或者是救國團 是不是覆水組織的說法 當中都舉證過 說因為國民黨管不到宋美齡 國民黨也管不到蔣清國 可是我們要 我們要瞭解就是說 在當時的那一個背景之下 以及國民黨的這個黨國體制 以及他的這個民主極權制的這樣體制之下 那個是所有的權力是集中在蔣宗正手上 那麼蔣宗正把他的權力呢 部分的 那麼就是這個交付給他的太太跟他的兒子 然後成立的相關的這些機構 這些機構的人士 表面上這個國民黨的黨組織 他沒有辦法涉足 可是他最終權力都是在 總裁的手上 那他們為什麼有這樣的權力呢 因為他們是總裁的這個夫人跟總裁的兒子 所以這個 我們如果從當時的這樣一個 國民黨的一個一個黨國體系 他這個組織的這種這種形式 以及這個組織他的複聯會 他的這個整個經費這個來源 我們都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不能說 我們不能從這個 說因為國民黨在他的黨組織 其實管不到這樣一個機構 他就跟國民黨沒有任何關係 事實上 他能夠擁有這樣一個特權 就是因為他跟國民黨的總裁 國民黨的這個黨國的體制 民主主權制 這樣的一個關係 他才有辦法在當時代的環境之下 能夠 甚至還可以動用國家的權力 讓這個伯樂之捐進入到他的這個帳戶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要回到那樣一個環境 我們先就人事的部分先談清楚 待會我們再來談財務 我再請教一下曾老師了 所以蔣宋美齡的部分 我當然邀請李老師做一些那個不同的意見 可是除了蔣宋美齡的角色之外 真的可以認定這六十年來 復聯會所有的人士 或者是人事大權 都是由國民黨全部掌控 這個從這個復聯會跟國民黨的這個復職會 他們的關係 從這邊來判斷 另外當然就是說 復聯會在這個 在這個就是說一九九零年代之後 他這個轉型為這個政治團體 那個部分呢 那個要再另外討論 不過在在此之前呢 他跟國民黨的關係呢 就是剛才就像剛才楊偉忠先生講 就是說這個復職會 然後這個 OK 至少在檢言之前 都是黨可以去決定復聯會的重要人士 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你不能從 你如果從國民黨的這個 他的中常會跟復聯會 他的人事的這種決定關係 我們看不到 但是呢 這個國民黨是把這樣的權利交給了 這個復職會的指導長 由指導長來決定 這個復聯會他所有的人事 復職會可以決定復聯會的人事 OK 等一下我們再請教那個李老師 李老師也是兩部分 一個是蔣宋美玲女士的角色 剛剛也談到最關鍵國民黨的婦女工作 是由復職會來去做決定的 這件事應該沒有疑慮嘛 對 對 對 那復職會最高的領導人就是蔣宋美玲女士 這也沒有疑慮嘛 那復職會的這些政策決定呢 就交由復工會以及復聯會來去做執行 這部分有疑慮嗎 不 這部分你不能這樣做 一個不當的牽連 因為呢 蔣宋美玲 她是這個 蔣介石的這個夫人 你不能說她夫人做的事 跟那個時候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蔣介石有關係啊 假如照這麼說的這個理論可以的話 那所有的都可以不當連結 所以你看這個黨長所做的決議 真是滿延荒唐子啊 滿延荒唐子 假如照這個理論的話 那小英基金會下面 這個 這個 那她同時她又是這個民進黨的黨主席 那我們可以說小英基金會本身 她是民進黨下面的負誰組織嗎 那如果小英基金會是拿我們的燕捐或健康捐去做的話 那就是了 可是燕捐 健康捐的話 那個時候依照所得稅法來的喔 你們現在再查一下 隨便怎麼Google查一下 那是所得稅法有依據的 然後呢 根據所得稅法 那時候財政部根據行政命令 那所有的那些燕捐也好 或者是進出口的這些 所得的這些部分的這些外匯呢 拿部分作為烙金捐 捐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花很多很多時間談 就人的部分 宋美玲女士 確實是在當時 儘管還是為了國家啦 那也有學者說 其實那不是真的為了國家 是為了保住那個國民黨的執政的這個命脈 不過這個先不談 確實宋美玲女士 在當時副職會 副公會 副聯會 是決定性的精神 以及實際的領導人 對 而這件事呢 都是follow在副指揮下面去做事的 這三個似乎很難去釐清 我跟你講喔 你當然從現在的眼光來看 你要從哪個角度來看 當然很難釐清 可是假定說 我們慢慢慢慢細切來看的話 第一個 你有沒有證據呢 他這個 這個錢呢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錢呢 直接進入了這個所謂的副聯會裡面 沒有嘛 這個為什麼轉型正義條例 國民黨不是捐了很多錢給副聯會嗎 蛤 國民黨捐了很多錢給副聯會嗎 蛤 國民黨捐了很多錢給副聯會 不是 他是透過這個 他是透過這個組織來啊 他的問題是 你是不是能夠 所謂的舉證責任的轉圜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黨產條例裡面呢 他最大最大的這個所謂的厲害的地方 OK 你不認為說 最大的敗家 舉證責任的轉圜 儘管宋美齡女士是身兼三個最高領導人 但不能因此認定副聯會 就是國民黨賦稅組織 那副聯會的人士 國民黨還是有很大的主控權 呃 沒有 那個是現在的歸類 我想你們都是局外人吧 講不清楚 好 來 所謂的 宋美齡下面的副指揮 因為婦女的工作 就是在宋美齡那時候 因為政府到台灣以後 要推動婦女工作 所以讓宋美齡就擔任這個副指揮 那個是個職位 但是因為那樣 所以他創造了兩個工作 一個就是副工會 一個是副聯會 副工會是黨的組織 我自己在副工會待過副主任 副工會是黨的組織 就是說負責黨的運作 副聯會是做慈善事業 那事實上你說 宋美齡是不是最高領導人 但是你說人事那些 當然很多當年跟著他搞復運的人 後來有進副工會去工作 那後來副聯會 他下面有個常委 這些就是你剛剛說的 因為他們的先生 什麼什麼都是國民黨籍的政協人士 所以你說他就是黨的附水組織 因為那時候沒有另外一個黨 好不好 就社民黨還有青民黨 青年黨也好 那就是花瓶政黨 所以他們並沒有在這個裡面 所以事實上 那個時候只有一個黨 不是今天一九八六以後 民進黨成立 如果還是這樣的話 當然是有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 副主會那不是一個組織 就是他那個角色 下面副工會跟副聯會 兩個不同的角色 副工會是負責黨的運作 就像那個偉中以前做過文工會 副工會就是做推動婦女工作 然後輔導一些婦女的一些團體 或者一些婦女的運動等等 或者甚至選舉的時候動員 但是副聯會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是說照顧軍卷 然後蓋卷社 那當然我們也聽到 昨天有教授說 那根本不是假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住眷社的人 包括林權 包括顧立雄 很多人都還存活在這個社會 讓他們出來講 那個是不是真的是假的 還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 不過佩芬姐我還是回到 那副主會 你剛剛講得很清楚 副工會就全然是黨的 對 副聯會某種形式是民間的 那副主會到底是黨還是國 那個沒有一個單位 所謂副主會就是他這個人 就是宋美玲 他就是 婦女工作指導會 委員會 就只有一個 對 然後下面 就一群就是大連 跟他辦婦孕的 就是這些人 有時候也去開會 就是這樣 所以副工會是黨 然後宋美玲的角色 有一點不太容易 談得清楚 那除了宋美玲 作為實際的精神 以及真正的權力最高人之外 下面的人難道 國民黨毫無智慧的空間嗎 你說下面是指什麼地方 副聯會還是副工會 副聯會 國民黨其實真的管不到他們 我坦白講 像我進副工會 就是說 他們覺得說 因為我在婦女運動上 我跟陳菊 呂秀年他們很早年 就一起搞婦孕 他們認為我懂 所以我那時候在報社 所以我就被拉到裡面去 幫他們推動婦女運動 所以那個就是說 當他需要的時候 他就來找我 然後你說黨主席也好 什麼也好 根本完全沒管到這件事 我記得那時候報上去說 張孝妍是秘書長 蔣孝妍 他還問了那個副工會主任 你確定他會願意來嗎 就是說 所以那個東西 你說他是不是管 但是那些人 是不是國民黨籍 是的 他們真的是國民黨籍 而且 長年就在國民黨裡面工作 但是你說像我這種例外的也有 所以你說 是不是國民黨指揮的 那婦年會 就是說 除了那些 昨天開會的委員 還有他的常委外 工作人員 那真的就是 你知道外面引進來很多 你們可以去調查 還可以到報社去講說 宋美玲幹了些什麼事 吃的喝的都是婦年會的錢 那種人你說說看 黨真的管得到嗎 OK 韋鐘 在人事的部分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當然不 絕對不是空口說白話 我先舉這個 蔣宋美玲自己講 他在一九五五年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三號 他針對國民黨的婦女工作 有一個演講 他裡面其實講蠻清楚 他說 從抗戰時期開始 總裁就要我出來負責 黨的婦女工作 這是這個 所以也就是說他去做 黨的婦女工作 這是蔣總裁 要求他做的 這個是第一個 總裁就是國民黨的總裁 不是中華民國的總裁 中華民國沒有總裁 這個職務 所以他說總裁一再督住 他出來主持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他當了副指會的這個指導長 那接下來就講說 所以呢 副指會 副聯會 跟婦女 臺灣省婦女會 都完全由我來領導 你說他講的這個整個論述 他是很清楚 總裁指派 副指會 然後領導副聯會 我覺得這個架構是蠻清楚的 那所以 那副聯會的常委陳用和 他其實出一個回憶錄 中國也有出版 那他裡面也講很清楚 他說就體制上來講 婦女工作機構應該中常委來 中常會來領導 那可是從中常會來管的時候 那要怎麼扣到 蔣宋美齡 所以就成立了副指 副婦女工作指導會議 其實副指會不是沒有成員 他下面有一系列的幹事委員 這個當然都是國民黨的人 那 這是 就 蔣宋美齡的這個 跟黨的關係 跟副聯會的關係 那另外 你去看這個 國史館有出版一本 內政部民政司司長 劉修如的回憶錄 這個訪談 他其實也講得清楚 當時在討論 副聯會 要不要登記成社團法人的時候 副指會的成員 古正鼎的太太 跑來找他 那幾方三方坐下來 談這個事情 為什麼這裡有個困難 為什麼後來選擇 不登記成為這個社團 因為 他裡面講得很清楚 他說這個 副指會的人 跟他表明 皮總幹事說 蔣夫人非常堅持 委員要由他來聘 那不能透過 選舉方式 一定要由蔣夫人全權決定 所以基於內政部這個主管機關 那你這樣子的話 不符合中華民國 關於人民團體的這個規範 是 所以 你就另外一個叫 給他一個奇怪 不是法律名詞 叫社會運動機構 所以從這個 清楚 就是說當時的主管機關 也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採用這種特殊的方式 就是因為蔣夫人 要全權來決定 全權來聘任 這個副聯會的這個委員 所以整個副聯會的體制 就是很清楚 這套在講述美年的時代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那各位你只要去看 即使到現在 副聯會各地的分會 如果市長 縣市長是公民黨的 那一定是市長的夫人 或是市長是女性 那大概就她來擔任 如果沒有市長 沒有執政 那就是議長或議長夫人 整個這個體系 我覺得 應該是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我最後講一點 那等我等我等我 等我講到財務 我們再來講財務的事情 OK 那等一下 如果說那個 宋美寧女士 不管是李老師 或是佩芬姐 也還有要補充 我們再來談 不過我們現在 人要去釐清 到底是說 是國民黨指揮 還是宋美寧女士指揮 這個會有一點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說實在 國民黨也不敢管 宋美寧女士 就恐怕連蔣介石 也不太敢管她 但是這是不是就是說 這就不是黨 這個在爭議上 法院要再釐清 那其實最最最關鍵是錢 你人人就算了 錢是不是不當 不該來源是不是不 不能說不公益 就是有爭議的部分的話 那才能認定說 這個來源是有爭議的 我們來看看 複聯會最主要的四筆收入 四種收入 第一個 繞軍捐 就是那個時候 你要進口 就是那個 一塊錢美金 要扣五角 的台幣 這個就是說 這也不能叫樂捐 不樂之捐 就強制徵收了 這個一徵收 至少收了兩百四十億 給複聯會 最少在當時幣值 如果你再加上 所謂的那個通膨 再加上利息呢 現在大概是三千五百億左右 那整個呢 複聯會呢 包括是銀行 進口結會的時候 來收 也給軍有社 也給複聯會 那這誰來收呢 進出口公會 分別代收 你不可以不繳 因為就直接扣下來了 這是一個繞軍捐 再來防衛捐呢 是台灣省政府呢 隨著地方稅收 一起來收的 所得稅 地價稅 營業稅等等的 從民國四十年開始 收了十年 收了多少錢 沒證據 不能算 但應該也不少 再來呢 看電影也要錢 在不同的地方呢 收兩角收 五角收一塊 以前其實收這個錢 也很多了啦 那收了多少錢呢 從民國四十五年 收到民國四十九年 應該也收不少 但是收多少呢 不曉得 再來呢 你做進口這些棉沙 也要所謂的 有一個叫做棉沙付捐 這個為什麼呢 是副聯會自己號召 要來興建所謂的軍捐住宅 這個也不能說是樂捐 這也是強制性的 不管你愛國或不愛國 通通都得繳錢 從民國四十五年開始呢 棉紡織呢 收了四百萬 毛紡織呢 收了一百萬 其他不清楚 我先請教一下曾老師 這樣的錢來源是否正當 而是否可因為這個裁員 而認定他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我想我們要回到 當時的整個法制的環境 其實在民國三十六年 一九四七年 中華民國憲法已經實施了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用的這一套 當中就明明確的規定 這個租稅法律主義 比如說人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 是 這個這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法制 就是跟那個時候 整個憲法是一樣 是一致的 所以呢 這個如果不是依法 徵收的這個稅捐的話 其實就是 其實那個那個 它的釋法性啊 合法性就有問題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呢 因為當時黨國體制 所以所以呢 透過這個種種的巧克力 明目的方式 它事實上並沒有立法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所得稅法 沒有 完全都沒有立法 這個都是一些行政 這個都是行政 行政命令 或者是這個透過這個 這個 形式上是民間團體的 這個自主的這個決議 然後來 來強制 對於這個 這個人民來 來收取這些 這些金錢 換句話說 你沒有什麼選擇的空間 你就飛腳不可 而這個是在 當時的黨國體制下 就已經違憲違法了 因為 他當時的憲法 就是我們現在 同一套憲法 OK 李老師 就是這件事情 很顯然不是 有法員依據的 這一種稅捐 而把這個錢 拿去給副聯會 這個來源正當嗎 他是這樣 你這個所得稅法的話 你隨便這個Google查一下 無論是中文英文的話 這邊四個法令 四個法令 都有他所得稅法的依據 當然他所苛徵的話 可能是有行政命令 但他那個時候已經是 雖然民國四十幾年 黨國一體 已經走上民主法治國的路 民主法治國的路了 而且呢 我絕對相信 我相信這個以後呢 這個所以說 願意提起行政訴訟 很大很大的原因 這個絕對有法令的依據 那個時候 沒有法令的依據 誰敢來這樣科啊 對不對 當然你現在 用這樣來看 認為他們黨國不分 甚至夫妻兩個都不分 可是實際上 這樣是不對 但這個有法令依據嗎 有的 有所得稅法 那特別是烙君捐 烙君捐有 烙君捐 所得稅法來的 是法律嗎 我們有立了一個法 說必須在進口的時候 交這樣子一個 百分之一點二五的錢 來 承報法怎麼弄的 有的 有的 有所得稅法 OK 沒關係 那那個 我找給你們看 因為我本來是有帶來 但是因為放在車上 李老師沒關係 你找到再跟我們講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佩芬姐 看起來 昨天我們也談到 這不是樂捐或不樂之捐 這是強制性 而且目前看來 黨產會認為 他根本沒有任何法員依據 就直接拿給佛聯會 其實我一直強調 就是說 黨產跟國產把它分清楚 真的是國家的錢 或者是拿那個收到的那些錢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 沒錯 當年是收到兩百四十一號 三百多億也好 換算成今天是三千多億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也做了很多事 當然也有人認為那是在作秀 做了很多事 他花掉出去 花出去的錢 要把它算在裡面 你說是不是裝到私人口袋 我不知道 因為那些老媽媽們 有的已經根本不在了 是 那現在這些老媽媽 我認識幾個 可是看他們真的不是 都是在做志工 好 但是如果那個錢 是國產回到國庫 如果是黨產 就是不當黨產委員會處理的 換句話說 然後賦年會 就算內政部跟他有行政契約 的草約也好 一毛錢都不應該留給賦年會 所以然後他還留一成 另外四個基金會 然後要換掉董事長 然後由政府派三分之一的董事進去 然後雷倩也是我們這個 內政部長非常尬意的 他不會換他 但是他那天 講的那句話 我通通可以接受 他說 國產還給國家 如果是黨產 算清楚 不能變成另外一個政黨的附水組織 如果說今天三分四大基金 留下來的錢 由民進黨政府派三分之一的董事進去 然後雷倩也是我們這個 內政部長非常尬意的 他不會換他 那不是變成民進黨的附水組織了嗎 我覺得這個如果是黨產 一毛錢都不應該留 不過現在似乎有越來越高的共識 面對複聯會 這其實是大是大非 全有全無的問題 要嘛他就是附水組織 全部資產都給國後 一毛都不能生 要嘛他就是民間機構 你政府不應該動他一毛錢 而沒有說你扣他九成資產 那大家相安無事 可是我再請教 錢的部分 我們就是那個是非 剛剛我們已經釐清了 不過這最後的認定還是要法院 錢的部分還是最重要 不過主持人 我能不能花一分鐘再補充 你的那個法院找到了嗎 有的找到了 他是這樣 他是根據所得稅法 他授權統一捐募運動辦法 而來的 而是由台灣省進出 進出商業同業工會 他所辦理 那實際上這些所有的錢 並不是所有都到了複聯會 實際上只有三分之一 到達複聯會 那個複聯會 是做什麼內容呢 他是興建眷村五萬多戶 還有華新國小 振興醫院 以及呢 華市成立的盟運基金 我知道那是現在 都有很多 所以你認為說 所謂的法院就是 當時有一個所得稅法 授權這個所謂的商業同業工會 對 去開增這個所謂的稅收 那怎麼用呢 是商業同業工會 自己去做決定 做決定 對 對的 那絕對會有法員的 在那個時候是一九五五年 民國四十四年 這樣能叫法員嗎 商業同業工會 如果說 賺到錢 當然就會送 當然會捐給複聯會 因為 實際上是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 錢才出來 對對對 這個還沒有到所得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個爭議 也要先請教一下偉忠 黨產會怎麼樣認定 所謂的沒有法員依據 因此認定是黨的賦稅組織 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個相關的 不管是勞軍捐 或是剛剛所謂的這些 什麼那個 什麼那個其他的這些資產 做棉做殺 都要做捐的這部分呢 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的 助理教授 蔡孟宴蔡老師說 你捐喔 要捐贈 不是稅捐那個捐 要樂捐那個捐 你要當事人選擇 當時有給人家選擇吧 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所謂的進口 你要進口 是那個什麼家電啊 什麼的通通都要給錢 你沒有給人民任何的選擇 因此呢 這就不符捐贈的定義 連中國時報前省政府的記者 他說 勞軍捐就是強迫要捐的 進口商要先繳勞軍捐 才能結會 沒有選擇 你要先給錢 你才能做結會 不然你的美金 怎麼換回新台幣呢 開徵沒有經過內政部的核准 自使不法 講得很清楚 自使不法 政大的林佳和林老師 他說 勞軍捐引聚捐 民眾財產移轉給國家之外的 第三方 當事人是被迫同意的 就構成濫用政黨的優勢地位 不過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看法 徐禮賓律師呢 他說勞軍捐呢 是進出口工會自行發起 這跟李老師說的吧 一樣 每年代表大會決議說捐款的金額 怎麼用屬於民間的自動捐獻 沈正雄律師說 防衛捐是台灣省政府定的方法 隨地方稅收一起徵 之後再如果再給民間團體 也是政府補助的性質 東吳大學的董寶辰 他說呢 當時台灣內憂外患 是由民間自主發起樂捐 為什麼不行啊 而且進出口工會自己也拿到部分的錢 來做一些利息 偉忠你怎麼樣看待 到底是民間自主發起愛國愛民的行動 還是所謂的強制性透過黨的優勢 所謂的不能叫不樂之捐 然後強制捐款 現在變成是這樣 就是說反對我們認定 就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就是說它是法定的 所以它有所得稅法依據 第二個說法就是說它是都是捐獻的 其實這兩個說法是完全矛盾 如果是捐獻 它就跟所得稅法就沒有 它根本不是稅收 反對方有這兩種意見 這兩種意見請先統合 那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我們有沒有拿到所有完整的財務資料 當然沒有 因為婦聯會沒有提供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婦聯會能夠提供完整 那這樣子也有助於第一歷史真相 第二行政訴訟 那有助於這個黨產會的討論 但是目前來看是這樣子 統一捐目辦法 的確是這是一個捐獻 他規定是捐獻 那我認為這剛剛列裡面 這個所謂黃博 黃博恩記者講的 這個定義我覺得是比較清楚的 就是所謂的強迫捐獻 為什麼這樣講 一九五零年那個時候 進出口同業工會 就這個透過里堅市 就是民國五十年了 就一九六一年九月 好 婦聯會 那個進出口工會 里堅市聯席會議 以及會員大會都決議 要停止捐獻 也就是到了一定數字之後 一千五百萬之後 就停止捐獻 好 停止捐獻 這個之後 這個決議一做出來之後 就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 國民黨成立了一個組織 中央委員會的第五組 成立了一個進出口業 外匯勸付券 勞軍捐款協調小組 他開了一系列的會議 最後透過 就他們自己的講法 透過他們的黨政運作 以及審視黨部派員從旁側動 所以財政部也好 這些也好 就把這個所謂的停止捐獻 把它打消了 也就是說 他們得繼續去強迫捐獻 從這個案例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一個統一勸募辦法 可是他沒有法源的依據 沒有法的依據 它是一個行政命令 不符合這個所謂的稅收的 租稅的法定原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OK 你表面上有一個形式 就是說這個進出口同業公會 他在結會的時候 他用他的結會來自由勸募 可是第一個是 他的會員 是沒有樂捐的 選擇權 沒有選擇權 第二件事情 他決議了 不要不要再捐了 結果 國民黨透過黨政的運作 又把它否決掉了 那金楚口公會 是一個人民團體的組織 你為什麼透過黨政運作 而且成立了這樣一個 第五組成立了這樣一個協調小組 去處理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都是有書面資料的 包括 剛才提到軍友社 其實講錯 軍友社是三分之一 然後這個 三分之二 所以從這個 繞俊俊的這個流向 他的來源 其實看得蠻清楚 國民黨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到底是不是自願的性質 其實都有文獻可以激考 不過鄭老師 我是回到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會有遇到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 其實我以前念那個社會人類學的時候 我們一直被老師提醒說 你必須要回到當時的脈絡去理解當時的文化 去脈絡化在社會學上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我們如何在二零一八年去認定四五十年前 那時候的脈絡是黨是國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我們恐怕不是貪圖 那所謂的三百八十幾億不聯會的資產 儘管還是很多錢 但重點不是在那個三百多億 重點在於說 我們現在幹嘛要花那麼多的力氣 導致社會很多的對立 或是爭執 要付出很多的社會成本 去做這個轉型正義 我們的目的不外乎說 要記取當時獨裁 然後使得很多人民犧牲的 這樣子一個教訓 不要再重複之前的錯誤 然後可以讓台灣社會繼續往前走 把事實釐清清楚 這兩個矛盾 這兩個爭議 放到現在我們談的主題 我們該如何去理解 現在黨產會在做的事情 哪些可能有問題 哪些必須堅持 我是認為就是說 剛才主持人談到就是說 我們要回到當時的這樣一個脈絡 當時一個環境 那我要談的就是說 當時的這個法制 它還是有一個形式 還是有一個形式的法制 我們我們就算我們講說 當時白色恐怖有很多的這個 軍法的這種審判 它還是有一個法 形式上的一個程序 所以 註罪法定主義 在當時就已經 就已經在實施了 所以呢 如果不是 我們 我也不 我也不 我想我也不否認 就是我們必須回到當時的脈絡 當時的法制跟現在法制 它是有它 它在這方面 它是有延續性的 所以這個 複聯會財產 它是不是合於 當時的法制 這個合法來源 這當然 我們從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 就算回到當時的脈絡 它也是有嚴重的 是法的問題 只是因為當時的獨裁 威權體制下 沒有人敢說不一樣的話 對 所以就做了 因為我們對稅捐 一定要政府捐 政府收 然後人民沒有選擇權 但是是要令法政府收 但現在當時的問題是說 沒有令法 不是政府收 對 用在其他的民間機構 對 這個問題 OK 劉老師 這個 這個亞里斯多德也講過 In law No one can grasp the truth 在法律上 沒有人能夠 確實掌握這個真相 因為很多法律 大家來不同的解釋 更何況 那是七十年以前 我們用現代的這個觀點 來解釋 絕對絕對是不通的 所以這也是我在一年多以前 毅然而決然的覺得 這是不當單單條例 你從上面來講是違憲 從中間來看 是整個行政法上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違反 以及不對稱 你現在要來做的時候 這時候就面臨到這個問題了 就是說大家都是公平公開 現在婦聯會即使被認為 所謂的不當 所謂的付誰組織 但他的這個財產 是不是不當財產 還會提起行政訴訟 所以當初 為什麼行政契約 行政契約在台灣的話 他算是有個期盼力的效力 一旦一簽了以後 就可以立刻 立刻強制執行 所以說呢 當然是不能簽 可是因為這個法 賦予這個委員會 很決然盲大的權力 今天下午就凍結財產 而且不經過這個法院 以按照現在民主法治國的觀點來看 絕對是不能這個樣子 變成說明天 就是說今天下午 就明天開始 所有婦聯會的錢 都不能動 我跟婦聯會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是站在純粹所謂 亞里斯多德的立場來看 就是說你到底要怎麼樣 能夠來抓住這個真相 我換個角度請教你 就是說 我們剛剛行政契說 都要回到當時歷史脈絡 可是我又另外一邊的重點 是在於轉型正義這件事 是是是 因此我們其實現在 還是可以去檢討當時 不管是228 不管是白色恐怖 包括白色恐怖 有非常多的外省族群 因此受害 然後蔣介石一聲令下 本來判十年變成死刑 這一種 我們還是可以回到當時脈絡 就法定的這個概念下 你還是可以去追查 當時應該做 可是並沒有那樣做的情形 同樣回到婦聯會 對我們還是可以回到四五十年前 那個脈絡 當時不應該這樣做 卻那樣做 而去彈套一個歷史真相 再回到二零一八年之後 我們要繼續往前走那一條路 為什麼不行 你要看受害的人是誰 還是很多人是受益的 所以說你現在要把錢 你說婦聯會整個拿出來 還給國家 可是這一點我跟佩芬姐的看法 可能有點小小差異 錢已經那個時候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 錢都花出去 錢都花出去 我剛剛有講說 花掉的要把它算出來 花到哪裡去 可能就是民眾質疑的 如果說患狀病值的話 現在是三千多億 可是只剩下三百多億 我說花出去是做善意 是興建宿舍 興建 是興建這個華新國小 還有拿給這些 不過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其實真正的關鍵 還是在於說 當婦聯會提起行政訴訟之後 對行政法院怎麼判 而行政法院判決的依據又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就不外乎人錢到底怎麼去認定 婦聯會到底是不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可從他在裁員人事業務上是否受國民黨實質控制來判斷 對此政法雙方曾經在聽證會上交鋒 就裁員的部分 根據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指出 婦聯會在四十四年到七十八年間收取超過兩百四十億的烙軍捐 婦聯會堅稱烙軍捐是民間捐款 但有學者認為烙軍捐是有強制性的稅捐 另外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也質疑 婦聯會過去在蔣宋美林領導下遵從國民黨政策領導 但婦聯會則表示他們不受國民黨政策領導 也不受國民黨控制 拼證會上正反雙方各說各話 但就在昨天婦聯會拒絕簽署行政契約後 今天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就開會認定 婦聯會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並要求立即凍結財產 未來如果認定為不當取得財產 將收歸國有 對此婦聯會會員潘維剛批評黨產會 違法搶奪婦聯會財產 婦聯會應該提起行政訴訟 向黨產會和法院請求停止執行這項違法處分 要和政府抗爭到底 佩芬姐我們其實昨天也談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國家在現在的概念是比較清楚的 在四五十年前的概念是跟蔣介石 跟國民黨是結合在一起 有時候你談國家或是以前很多人都在講說 蔣總統是一個職位 因為永遠就是有一個人叫蔣總統 是這個地方最高領導人 老的死了變年輕的 後來也會有不同性 才說原來蔣總統是一個人 但是現在國家的概念就很清楚 因為政黨會人體 是這塊土地所透過民主的制度 然後選舉出來一個所謂的代議士 跟所謂的執政者 然後這個是會隨著民意而改變的 也換句話說 我們如果不要再去爭執這五十年來 所謂的黨國的爭議 當時複聯會所有的資產 是來自於公共 用之於公共 現在還剩下三百八十幾億 以及其他的不動產 回到公共 複聯會在增值 真的有道理嗎 我想複聯會增值就是說 你不當黨產 你講清楚 叫他還 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簽的那個約 我剛剛講 那個基金會 你還留了基金會 然後又給他 10%的錢 然後基金會董事長要換掉 要三分之一 政府指派的人進來 全世界的 臺灣的基金會 有這樣的規定嗎 那最後就變成民進黨的覆水組織 你知道嗎 你把現在的觀點 看到當年的情況 坦白說 那個時候是威權體制 是黨國不分的時代 或者黨國一起的時代 我們常常都在批判 所以換句話說 那個時代如果你要做進出口生意 你在戒嚴的時代 你一定要透過政府 坦白說 那個時代是不公平的 但是沒辦法 就是那個時代 國民黨叫你捐 你敢不捐 對然後你要靠國民黨批准 然後你才可以去做生意 所以那個時代跟現在不一樣 我小時候來的時候 我父親做議員 我的同學打吃腳上課 那我父親在那邊 我也看過一些本省的來找我父親 很多時候 他們也覺得很冤枉 可是那個時代真的就是這樣 雷正就住在我家隔壁 那雷正被請進去的時候 我在院子裡面還看到隔著竹籬巴 所以那種時代發生的是 你不可以用今天的眼光看 那真的是荒唐 就是說兩個特勤人員來說 雷先生請你們跟我去一趟 請你跟我們去一趟 那雷正就問他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去 我不要跟你去 那時候雷先生請你一定要跟我們去 他說你有沒有鞠票 那兩個先生就拿了鞠票 雷正就說等我一下 我就換個衣服 就跟他去 去了就沒回來 對但是這個時代 那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是 所以你現在去看那個時代的事 而且而且我講雷正被抓的時候 是民國六十年的事 已經算是已經比較現代 所以那個年代 如果說你要做任何事情 特別是婦女工作 那個時候覺得說 一堆婦女 為什麼要去找這些女人 來什麼縫衣服 他說你們的先生 你國家的俸路 你們就應該出來做慈善事業 所以那些人要去縫衣服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笑 那個那些媽媽們 根本就不會做嘛 有時候那個線都是車歪的 所以你現在去找一個軍方的 像帥化民他們就知道 他們就收到那種床單 備單之類 所以那個時候做的那個事情 是那個時代的需要 跟現在真的沒有人要需要 什麼人要去做那個東西 我剛剛提的那兩個最主要的 就是第一個 我們還是要回到當時脈絡 可是不是說沒有是非 不是說雷正被抓是活該 那麼多人莫名其妙被槍決是活該 絕對不是這個 因此我們要談的第二個更重要是 我們現在在談轉型正義去追討不當膽產 絕對不是貪圖 復聯會那三百多億 對應該是這樣 就算三百多億回到國庫內 是國家的資產 不是民進黨的資產 對那我們現在談這件事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回到現在的手段是什麼 我這樣講就是說第一喔 我其實應該大家要想一下 剛才曾老師講的一個問題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什麼時候制定 然後實行一九四七年 是我們從小到大都在過新鮮紀念日 不管有沒有放假都行鮮紀念日 我一九七一年出生 我接受的國民黨所有宣傳 口號裡面都有一句話叫做 堅守民主陣勇 所以一九四七年以後 不是殉政時期 殉政時期是一九四 行鮮以前的時期 殉政時期當時的狀況怎麼來處理 殉政時期約法 然後黨的角色跟國的角色 這是一回事 可是中華民國已經在一九四七年 行憲 是 行憲之後 沒有錯 戒嚴 可是戒嚴 你知道 我們回想一件事情 黨外運動之所以起來 要突破黨禁 那個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爭論 就一直在爭論 到底我們基於哪一個法律 禁止人民阻擋 國民黨 基本上你很難有 當時就很難有一個法律的 但以當時的法治上的明確的規範說 因為戒嚴了 所以人民不能夠阻擋 明明就很奇怪 明明有中國國民黨 中國青年黨 中國民主政府黨 剛剛佩芬傑有講的 為什麼沒有自由開放的這個選舉 阻擋 其實這個問題 就回答不出來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錯 要回到當時的脈絡 可是當時的脈絡 清清楚楚就是 雖然戒嚴了 雖然動員康亂時期 但是中華民國已經行憲了 是民主憲政體制 所以那為什麼民主憲政體制 有這麼多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去脈絡 我們就是回到歷史 我們現在不是討論 遜政時期 黨國體制 是中華民國 在當時就是說 我們是民主的燈塔 我們跟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於我們實行民主憲政 那為什麼民主憲政裡面 有這麼多離奇的現象 然後長期七十年沒辦法解決 現在怎麼可能是去貪圖 財產 我也不是民進黨員 我是被國民黨開除了 不過鄭老師我再回道 就是說 那個複聯會是一個指標 當複聯會拒絕 跟內政部簽內政契約的話 其實包括救國團 包括民眾服務社 通通不可能走那一套模式 也就是這之後 全部都是用大師大飛 全有全無 包括國發院 救國團 中影中廣民眾服務社 其實現在都還在所謂的認定 他是不是負責主持追討 黨產以及行政訴訟當中 究竟民進黨政府作為中華民國 現在的所謂的執政者 他怎麼樣用他的姿態去處理現在的 所謂的不當黨產的問題 現在因為行政院不當黨產委員會 他是一個行政組織 那他所做成的決定是行政處分 那所以呢 這個行政處分 當然被處分人 他有 他當然可以尋求這個行政救濟 那 所以我想這個 比如說以這個 這次複聯會的這個 行政契約的這個事件來看 他其實要分兩點來說 第一個呢 這個行政契約 他其實他的最核心的意義在於什麼 就是因為 複聯會的財產 因為這個複聯會 沒辦法提出清楚的這個清單 所以呢 在這個事實無法去玩 充分的在這個 證據基礎上 進行調查的情況之下 他進行一個行政的和解 所以這個進行這個行政和解的話 就是把這個事實的部分 雙方尋求一個 這個 在一個合議的基礎之上 來做 那麼在這個 合議的 說說 雙方所這個 同意的一個事實 他們所認定的這個事實基礎上 來開展 接下來 這個複聯會的轉型 所以 因為 為什麼說 這個 當中會有部分的這個 金錢 比如說這個 有一部分是這個 還保留給這個 轉型後的這個複聯會的組織 其實這都跟這個 複聯會到底 他的財產有多少 目前沒有辦法調查 所以雙方就這個部分 達成和解 也就是說 複聯會的金錢的來源呢 黨產會也沒有完全認定說 完全都是不法的 所以才沒有 口在右邊 錯步在左邊 這一下 這不知道怎麼寫啊這個 你們為什麼沒有寫出來 你知道吧 因為你們不知道 他為什麼寫得出來呢 因為他們知道 除了知道還有別的 你知道吧 許璇教授 加速 加速逃逸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改變世界的符號 有五個重要數學概念 帶人類走向文明 人們是怎麼開始計算的呢 探索自由的數字和方程式 第三集 X 未知數 人生中充滿了問題 有些問題是無解的 有時候是變得更難解 週二晚上十點全記錄 改變世界的符號 就在公共電視 流遠 不只是流離藝術創作 更將人文關懷與萬物祝福 融入作品裡 永遠的朋友 抑鬱在生活的道路上 避忘了身邊好友的陪伴與鼓勵 好風好水 象徵台灣的高山堅毅不拔 近水信心奔放 是繁榮謹慎的標籍 捐款五萬元加入公式之友榮譽會員 獲贈永遠的朋友流離作品一件 捐款十萬元加入公式之友永久會員 獲贈好風好水流離作品一件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公視網站或播02-2633-2000轉9 這是一段很少人關注到 遺失掉的一段歷史 關於槍盛泰雅族的一個社 20世紀初如何被日本消滅掉的事情 把這些邊緣的東西鋪陳出來 來對主流的東西做出一種提問 把這些隱藏在背後的結構掀開來 這件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周六下午3點30分 影像與歷史專輯 就在公式藝術很有事 在公式藝術有關